下面有请出来自于山西的任晓鹏 29岁职业士上市专员 有请任晓鹏 大家好 洛老师好 明晓好 我叫任晓鹏 来自于山西 今年28岁 我现在是在上海的一家 做建筑类的公司做上市专员 我的爱情宣言是 有一种执着叫宁缺勿滥 有一种爱叫非你莫属 谢谢大家 说得很专程 而且形象看上去特别有可信度 所以日月可见真心 是吧 对 我对爱情的执着 对爱情感觉的追求 日月可见我的真心 可是得先把握住 寻找爱情的机会 来到舞台上 带来什么样的才艺展示呢 我为大家带来一首歌 这首歌是我自己本身 很喜欢的一首歌 也可以唱出很多 80后的一个新声 他的名字叫做老男孩 掌声有请 那是我日夜信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到底我该如何表达 他会接受我吗 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说出那句话 究竟我该如何表达 你接受我吗 那是陪伴我的人啊 你们如今在何方 梦想总是遥不可及 是不是应该放弃 花开花落又是一季 春天啊 你在哪里 很好 恭喜你过关了 谢谢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不知道小红心里 有没有选定一位 你最心意的女孩子呢 有的 挑选了这位 那这样 你再按一下这个电脑的选择键 看看电脑问题 可以说的这位 好累 女生是谁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女生们 第一印象 其实你这种叔叔型的 那个这种男性类型呢 就是我的那杯茶 我就特别喜欢 而且我觉得你今天 穿着就很干净 颜色用得很高级 你这几个颜色啊 如果在画画里面呢 用的说法是 就是高调 高调配色 这是很高级的配法 证明你穿着挺有品味的 好 谢谢你的夸奖 男嘉宾你好 你好 你上来我觉得是那种 成熟稳重男气质 然后我对每一次上来的那些 只要穿着白衬衫 然后西裤 西装的那些男嘉宾 特别没有免疫力 那你不敢去西餐厅吃饭 西餐厅所有的服务员 都是这样的 对 然后我就会挂着 说这个男子好帅啊 我就喜欢你这样类型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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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嘉宾你好 你好 你好 你知道吗 虽然说你长得不是很帅 歌唱得也不是很完整 哎呀 你不要生气了 没有 我当然不会生气 好了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正好是我喜欢的那个型 您爱妇你好 你好 你好 好 那个你是来自三西的吧 是吧 对的 嗯 你说句三西话给我听呗 大家好 我叫任肖鹏 今年二十九岁 来自于陕西 老板来一碗面 还行 倒小面 你没说没二两没呢 我妈妈是山西文水人 住在罗库南村 所以以前我妈妈老说山西话 我跟你说一句呗 好呀 我从来没说过山西话 嗯 他说 你 你说 过小呀 到过小蛇 举过吧 就说 然后录完节目 我们去家里面坐坐吧 聊聊天 你比我专业多了 我都不会说这些山西话 李小军 你觉得刚才妞妞说这话 符合山西话这种口音吗 我完全听不懂啊 哈哈哈哈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就是我是那种不喜欢 就是年龄比较大 还有就是大叔那种定位的男生 但是我发现男嘉宾 你就是有一点让我特别喜欢 就是你的笑 对 因为你笑起来 不像一般他们说的阳光 你是笑起来有点腼腆 对 因为你知道吗 就是笑起来有点腼腆害羞的男生 会特别容易冗落女孩子的心 是吧 对 头一次有女孩子 说我这个优点 以后我可以把它写到简历里去 现在害羞是一种美德 就像头发这个脸皮厚的人太多 害羞是稀缺 稀缺资源 对 我多想脸皮厚 可是我做不到 没办法 这话说的脸皮有点厚了 有掌镜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你手后面常藏着礼物吗 这个都被你发现了 我先扔掉 他什么都没有 我觉得你笑起来特别可爱 让我模仿一下好吗 怎么像那个流氓柱呀 我应该没有你说传神吧 我应该像你学习 两个眼睛 一品一纳 特别可爱 谢谢大家 微小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出场的前后顺序很重要 如果前面不是那位卷毛狮子出来 特别估计他也不会有这么好的评价 对对对 他被那个奇葩给对比得特别正常 而且我发现少有的 所有的女嘉宾突然审美一致了 都给了他一致的好评价 而且这哥们吧 我跟你讲 我觉得你站这我就跟你朋友关系 我觉得他开始有点得意忘形了 没有没有没有 越发气越汪胜窜了 不是有事没事 状态好很好 好好跟他们保持沟通 好的好的 再做了解 看到一下 大家好 我叫任小鹏 今年28岁 我来自山西 那么来到上海呢 刚刚半年多 我现在是在一家 做建筑装饰类的企业中 担任上市专员的职位 我的工作呢 平时主要是跟一些 跟上市有关的会计师 律师 还有券商来打交道 我觉得我还是一个 比较容易沟通 同时呢 也比较健谈的一个人 我是毕业于 新西兰的梅西大学 我在新西兰一共 生活了五年的时间 我自认为呢 我还是一个 比较细心的人 那么这些细心呢 体现在很多数字方面 比如说父母的手机 还有亲朋好友的 手机车牌等 我都挤 牢牢地记在脑海里 在这些特别的日子 即将到来的时候呢 相信我会有很多惊喜 给得人摸 那么我喜欢的女生呢 要温柔 大方 孝顺 最好呢 有点老人缘 你是我的那个她吗 再所了解 来 翻开此张特别牌 是新西兰国立的梅西大学 金融本科 现在做上市专员 年薪20万 梅西大学在新西兰什么位置 在新西兰的北岛 奥克兰 在奥克兰的北面 你在那读了几年书 我在新西兰一共待了五年 在梅西一共是待了四年的时间 因为读的本科 高中毕业出去的 有一年学语言 对对对 语言和语科这样的一个衔接 爱挑战 曾经在香港工作过 你在那干了几年 在香港一共工作了三年的时间 新西兰待五年 香港待三年 这就是为什么说我爱挑战 因为新西兰和香港 它其实是两个 截然不同的两个城市 无论从工作还是生活 就是对一个人的锻炼 当时为什么选择回国 就是因为我觉得 新西兰这个地方真的是太美了 然后太容易让人丧失斗志了 因为你很轻易地 那就可以得到你奋斗多年的一个环境 还有一个生活的这种状态 那么我不想在二十岁的时候的生活 就跟五十岁的时候的生活 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我当时选择了回国发展 到国内来发展 你还特别著名 你是个工作狂 其实这里我要解释一下 并不是我自己是工作狂 而是我在香港工作的时候 被工作狂 逼成工作狂 对对对 就是做投行这份工作 你必须要以一个工作狂的心态 去做这份工作 不然你做不好 也做不了 还说自个是羽毛球达人 一大羽毛球 在大学的时候 当年我们的华人学生会 举办的这些羽毛球的比赛 我当时是获了团体的第二名 靠谱男 恋爱过两次 因为跟女友在异地而分手 是两个国家吗 第一个女朋友 就是因为 等于就是两个国家了 因为毕业以后 她选择留在新西兰 而我选择了回国 有车 现在准备买房子 对 她需要找到这个女生 是传统 时尚相结合的 善解人意 可以再次接受异地恋 这怎么理解 就是这个女生 可以再次接受异地恋 还是你本人愿意接受异地恋 其实是这样 异地恋和异地婚 它是两个概念 那么我现在所提的 并不是异地恋的问题 而是异地婚 就是说 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 有可能就是说 到处走 但是如果我觉得 作为我的女朋友 你可以选择 大家就是互相发展 但是作为我的老婆 我觉得我有理由 并且要有能力 能照顾好你 给予你 你想要的生活 比如说这个条件 是向女生来提出来的 就她不能因为 你的工作的调动 而不和你交往 对对对 就是放弃这段感情 男嘉宾你好 你好 先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爸也叫小鹏 所以我可以叫你小鹏吗 我从来不敢这么叫他 因为 你想过一下瘾是吧 那今天让我过个够 小鹏你好 你好 我想问你一下 一个实际的问题 你说就是你经常会出 就是变换工作嘛 就没两年三年 可能就变换一个地方 然后你希望你的妻子 可能以后的小孩 都一起跟着你变换 那你不觉得这样的话 就是你妻子比较难有一份 稳定的工作吗 让你小孩也不会有一个 很稳定的生长环境 这个我只是想提出来 给各位女嘉宾做一个参考 但是并不是说 我保证我肯定会变 或者是以后结婚了以后 还会让孩子呀 老婆还跟着去 满世界乱跑的 我也不喜欢这样 那也祝你就是找到那个 不再让你四海为家的那个人 谢谢 谢谢 你好 看不出大叔你柔柔弱弱的 还是羽毛球达人了 要不要改天给你show off一下 没有 我跟你讲 其实我也经常打羽毛球的 然后但是我一般都是做剪球 那个就是我发出去 人家打回来我就去剪 然后你打羽毛球 有没有什么秘词啊 透露一点吗 我打羽毛球就是说 坚决不剪球 不然打不好羽毛球 这个倒挺适合他的 他们欺负你 我跟你讲 你以后跟我打羽毛球 我一定不让你剪球 好 妹妹你好 你好 如果我和你打羽毛球 你让我剪球吗 当然不让了 这是一个男人做绅士的 最基本的要求呀 要是我妈妈给我打羽毛球 她每次都打到她面前 她都说来帮我剪一下 其实她想让我多运动 没关系 我觉得你不会让挺好呀 我觉得你这样挺好 其实我觉得男嘉宾 你虚伪起来的嘴脸也挺好的 我就知道 我就怕你给我下套 男嘉宾你好 你好 通过你刚刚的表现 你完全就是八面玲珑 左右逢圆 就是一点缺陷都没有 我想问问你 你有什么缺点呢 我觉得我的缺点呢 有时候会有一点小洁癖 然后对一些事情呢 要求比较 相对来讲比较完美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我的性子呢 不是很急 因为我做事情呢 比较细致 那么细致的同时呢 你肯定会牺牲 在时间上有所牺牲 所以说我觉得 这是我的一些缺点 需要改进的 谢谢 谢谢 那今天这位男生的所有呢 已经很清晰地 呈现在各位的面前 选不选择他们 你们做出了 来 准备好 三 二 一 请选择 不会吧 大家为你鼓掌 你尤其要感谢 还为你留牌的 这十二位女嘉宾 哇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 那下面你要从 对面的十六位当中 选择向一位 或者几位女嘉宾 来提一个问题 可以选好几个吗 对 可以好几个 可以 一个不几个 好 但问题只有一个 那就选六号 九号 十二号 谢谢 杨玉 好 什么问题呢 如果 未来我有机会 要去第二个城市 要去发展 可能一到三年的时间 那么 面对这样的情况 你会做出怎样的抉择 有三种情况了 就是 你选择跟我一起过去 大家一起挑战 第二就是 你留守上海大本营 而我们两地 两地连回跑 第三种就是放弃 我觉得要看的吧 看我的感情 跟你发展到哪种程度 但是首先声明 那些异地恋爱 异地婚 我是肯定不能接受 一般就是老公在哪 我在哪 就是说你可以选择A吗 我可以选择A或C 好 谢谢 我是这样觉得的 也要看吧 如果在恋爱阶段的话 我是不太能够接受 两个人去分开的 我觉得 如果我很爱你 我一定想要跟你 黏在一起 几年就是那样子 我肯定没法接受 但是如果是结婚的话 那可以为你放弃的东西 就更多了 因为我小时候就单亲 我如果结婚 我绝对不离婚 好 谢谢 在恋爱之前 父母我会听父母的意见 但是如果一旦 我和你在一起结婚之后 老公到哪里 我到哪里 好 谢谢 谢谢 答案应该都相当满意 看到了一丝曙光 非常满意 那接下来呢 你可以向女生们提出 哇 十二个要求 来 十一个要求 好 第一个要求就是 未来两年 没有结婚生子的 这个打算的 请翻牌 意思得来得很明确 没有这个计划 因为她本人已经29岁 对的 有一些开放过去了 我可以理解 因为有的女孩 觉得她自己还年轻 对 那么早如果要了孩子 可能对她未来的 这个生活享受 会造成一些影响 因为都得照顾孩子 对 对 对 下一个要求 跟男朋友吵架的时候 摔过东西的 请翻牌 好 看一下 摔过东西的 有吗 有人 也有人 也不止一位 其实摔摔枕头之类的 真的没什么吧 就是 摔过书也无所谓 摔枕头 我觉得这个 不应该算摔东西了 摔东西我指的是 摔手机 杯子 就一损坏的 在其下的要求 就是分手在半年以上的 然后 近两个月之内有过 频繁联系吧 应该这么讲 她不希望你跟前男友 她有联系 对 对 对 可以看见 这也有啥啥张力 还有要求吗 没有要求的 放弃了 放弃了 因为男生放弃了 其他的要求 所以我们女嘉宾 还有最后一轮 主动选择的机会 如果你还存在任何的疑虑 可以现在把拍翻过去了 很好 恭喜你 我们要有请出 三号 陈文鱼 男嘉宾好 就是 不管是从生活阅历来说 还是从感情经历来说 你跟我非常非常地像 我也有 两份感情的经历 然后第一份也是因为 我要回来 然后第二份也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说 如果 两个人 有过这样子的话 就说 如果有过这样感情挫伤的话 他们应该会 很珍惜彼此 所以我希望说 包括 因为你知道我的工作 就是 你之前给其他女嘉宾 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说 一个是说 他会跟你一起走 第二个是 他会留在这里等你 我想我会选择B 我永远会在这里等你 就是 今天就牵走我吧 好 他这方面表白真的让很多男人听完都会很感动 他愿意一辈子留在一个地方等着你 不管你去什么地方 他都愿意守在一个地方等你 那大家 任小鹏你还真别着急 马上要回答 你还面临一个选择 那就是 在此之前 我们这个电脑为你匹配出一位姑娘 他认为 你们俩最合适 那么当然你可以选择和这个姑娘对视20秒钟 你愿意不愿意 或者你放弃 我想放弃 我想放弃 就是一个选择 好 那么面对曹云 你有什么要说的 我真的很感动 听了三号女嘉宾跟我说的这番话 但是我希望我的爱情是很纯粹的 是没有任何杂志的 我其实已经有心意的人 那么如果因为你们的选择而改变的话 那么这份爱情 这份感情始终是不完整 不完美 不参与杂志的 所以 对不起 对不起 小鹏你要考虑好啊 你所心意的那个女嘉宾 其实并没有为你留牌到心 但是没关系 我觉得 只要我努力过 我就不后悔 好 答案就在我的手中 她即将要选择表白的这位是 六号 姓明杰 你好 女嘉宾 你好 其实这样 我觉得 我今天是准备了两首歌 那么第一首歌 当然是我很喜欢一首歌 因为我担心如果票数不过的话 我还有一首歌 因为我没有其他的才艺 我总不能在现场打羽毛球 所以 我准备了第二首歌呢 我想在这里献给你 它是我 它是一首老歌 但是 代表我的心声 好吗 好 告诉我 你等待的是我 告诉我 你不要再错过 你闪烁的眼眸 仿佛有些话始终 无法说出口 你快对我说 别总是不知所不所 想着你的黑夜 我想着你的容颜 反反复复顾着难眠 告诉我你一样不成眠 告诉我你也盼我出现 想着你的黑夜 我想着你的容颜 反反复复顾着难眠 告诉我你一样不成眠 告诉我你也盼我出现 之前呢 也看了一期你的 百里挑一和 谁能百里挑一 我对你的爱情宣言 就是 我要找的人 不一定是完美 但是 我要的爱情是 我觉得这一点 跟我很相像 因为 我一直以来 也是对 爱情中的这个感觉 特别地看重 如果第一眼有感觉 就是所谓一见钟情 那么 就是它 如果第一眼没有感觉 那么 我认为 日久是不可以生情的 因为 日久生出来的 不是爱情 而是感情 真正的感情 一定是由 爱情升华而来的 从我第一次 看你节目的时候 我就 对你很有感觉 一见钟情的感觉 不知道 你有什么 想法吗 谢谢 男嘉宾 你的宝宝 我真的很感动 尤其是在拒绝 这么优秀的女嘉宾之后 我相信你也是知道 我很相信一见钟情 对的 我两个男朋友 都是这么来的 然后 其实一开始 我对你也很有感觉 我以为 如果你真的喜欢我的话 你一定可以追到我 但是在后来的交流中 我发现了一些问题 就我数个影片 好 当然 谢谢 就是 其实我觉得你真的 还蛮花的 真的 然后 尤其是主持人说 你可以问几个人 问期的时候 你那么开心 然后等一下 还没数完 第二个 第二个 第二个也是那个大问题 一地恋 一地婚的关系 这我是真的不能接受 因为我不想离开上海 我想留在我父母身边的 然后 如果两个人一起去外地的话 也会需要有一些决心 跟挑战吧 我觉得是第一个问题 因为 我在台上的时候 也很紧张 然后 主持人说 我可以问三个女嘉宾问题 我就突然间有一种压力 好像放松了一下 我觉得如释重复的感觉 而并不是开心 因为我真正在乎的是你的回答 但是 我也不想让你那么孤单 可是她确实为你放弃了一个 二十秒对视的机会 虽然其实 虽然那个人是我 你知道吗 我好不容易想 真的我来到这个舞台 其实也有一段时间 我还没有对视过 我看到你真的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 我希望又来了 又被你掐掉 其实我很想满足这个愿望 陈文杰 既然你那么想 有这样的机会的话 现场我们给你创造这样的机会 二十秒钟 好 谢谢 谢谢 接下来进入 健康美丽天窝茶庄 动情时刻 好 我们现在计时 开始 我怎么形容 心中的感受 用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好 时间到 现在我不知道这二十秒钟 能不能改变一下 这个邢敏捷的 你的想法 其实你也应该知道 我很奇怪 就是我第一眼看上的人 他很容易就能追到我 但是如果我看不上人 他怎么样睡不到我 所以 所以 恭喜你 你成功了 好 所以他既是你第一眼看上的人 也是今天可以牵走你的人 我快去拽手 我快来快来就跑了 太棒了 恭喜两位牵手成功 你们将获得由 天窝茶庄 倾情提供的价值 三千元的旅游券一份 同时呢 你们还将获得由老妙黄金 提供的经纬金事 还将获得由 帅康朱博练器提供的 帅康小初宝一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